欢迎欢迎Pauline 哈喽哈喽 我要用我的耳朵先等一等 喂 因为这个黄昏有一宗新闻 喂 可不可以关掉后面那个声音 不如听一答声 后面?没有了 现在应该没有了 我没有开任何东西 因为有一宗新闻讲李依雄的 接受李婉华访问 他就说 穿睡衣出街 自己又冷化妆 接着就说 这个是他的风格 有些人就问他 喂 你现在没有拍剧 转行 他说以自己抑郭症的经验 就去读一个精神科的护士 讲回自己的经历去鼓励病人 但是他那些是不好听的 接着我就找了关于三位的 因为他说他现在穷啊 身穷啊 其实说真的不是太 其实那些人可能 听我们说这三位的港者呢 更猛烈啊 我说郭可盈啦 原来他爸爸很有钱的 就是是塑膠大王啊 但是已经过了身了 但是他因为这些生育有人给他打理 所以他现在可以全程做太太了 另外呢 左边的位置就叫做陈敏里 林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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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谁啊 龙虎炮嘛 是啊 龙虎炮是男子汉的创刊人啊 喂 你有没有看过龙虎炮啊 是啊 是啊 没有 没有 在街边的时候杂志就有 在街边杂志就有 在街边杂志就有 我呢就 我没有看 觉得很噁心啊 我拿过一下啦 其实说真的 我 我比较 好像疫症这两年间呢 我就在电脑那里看过那些AV 因为有时候呢 要做节目嘛 要讲一下七五叔那些坏东西 那我们小时候拿过一下啦 拿过一下 我兴趣就不大的 我平时 假扮七五叔的时候就 说给你听而已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说 特别有很大的兴趣看这些照片的 是不是啊 自己都有 自己都有 什么看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猜不到他 他老爸这么猛料的 还有呢 原来呢 他那时候呢 他是港姐冠军来的嘛 但是港姐冠军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的样子呢 脂質平平的 甚至乎呢 阿Lag呢 就说 哇 2009年那一屆 没什么美女 就是他那屆 他那屆 没什么美女 冠军 02年的时候 嗯 他说去选美女嘛 曾志偉说 那些美女去选美女嘛 那些口德 真是 真是没什么口德 跟着呢 原来他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刘善亭呢 是表姐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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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2002年 一个2009年 是啊 是啊 嗯 你现在看到我在吃东西 是吗 其实我也很想吃东西的 哈哈哈 我刚才问你 可不可以一路 一路吃东西 当然可以啊 我给我拿些东西 是 因为我刚才 我要去拿些东西 因为我是没吃早餐的 我现在是 也不是啊 9点半而已 我要喝我这个豆浆自己做的 嗯 你买一部鸡鸡鸡 不是啊 我是将 这个那些腐竹白果头水的 那这个东西我教了 整个Fan Cup做的 每个都做一下 都放在这个Hot Pot里面 然后按Porridge 放冰糖 隔了两个钟头 它融化了 它变成豆浆 因为我在外面买的那些 是 真是没有以前 很多年前的那些那么好喝了 那我就自己做 我又放在乙人 放在莲子白盒 那我觉得都挺有营养的 虽然是豆浆加一些材料 那说完这两个港席 其实呢 我整天见到 在这个三藩市 我整天见到林敏利的 怎样呢 他很友善 他们在 有一间 开了很多间茶餐厅 叫做ABC 有一间 在三藩市的唐人街 有一间 在三藩市的两个唐人街 我看你们都知道 在Sunset那边 那里 那里 Norreaga 我看你们都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姓Mattel那边 然后在 再远一点的南边 它有酒楼 很大间的 什么名字啊 酒楼 我真的不记得了 因为它已经没有做了 连她的茶餐全部都转了 不做了 那 那 我记得有时候 和妈妈去餐厅买东西 那我妈妈就说 她进去买面包 她说 我见到 港姐冠军 她说 不是吧 我知道那间是她打理的 她家族的 但是她在那里买面包 她说很友善啊 你女人家 有没有记者 不人都没有 也就是可能没有人认识你是哪个 那如果你都是友善的呢 你就真的很友善 你是大老板 那我说 我都试着帮她买面包 真的是很nice 她整天在她自己的 ABC 叫做ABC的茶餐厅里面 巡的 所以整天看到她的 非常之友善 戴子女 但是她老公 后来她嫁了老公 王韦恒 都是开餐厅的 还有都是徐司 好像听闻 哦 挺幸福啊 通常开餐厅 很多厨师都是开餐厅的 是啊 因为如果 你不用被人窍起嘛 是啊 你就算不是 每天都在那里煮 至少你懂得煮 就不怕被人窍起你了 另外 我挺喜欢她的 是啊 她这个样子 如果你 你自己在公司都是阿姐 但是呢 你看到这个女孩呢 如果她来建公的话呢 你两个 你喜欢哪个多些 就比起姊妹 就是一个是刘善廷 一个是林敏利 你两个 林敏利 为什么呢 林敏利 我没有说刘善廷有基心 我绝对不是这么说 我觉得刘善廷的样子 像聪明女 Smart 就是不会 是 我没有说刘善廷不Smart 她都是UC David的 就是名校的 只不过她是比她的亲和力高一点 而且好像会比较听教的 如果你是她上司 真的 如果你要训练她的话 她会是听教的 这个刘善廷是什么 倫敦大学Econ 是的 她在高兴 做分析员的 我觉得这些都真的很世界 她一定是世界里多 过林敏利 可能她 两个家庭环境 都是奇奇怪怪的 都不是一个特别的 不过就更加多 我看你等一会 会讲些八卦的东西 讲些刘善廷的 李承宅的老婆 还有她的背影 我不知道你讲不讲 其实呢 因为呢 刘善廷和李承宅呢 我有东西讲的 有东西爆的 但是呢 不要在今集里面爆 一集里面爆太多 就虧了 很虧张 不过呢 你刚才呢 作为一个 你是高层 那阿镜姐也是高层 那你说完 你对两个女孩的感觉 我现在问阿镜姐 两个女孩 镜姐啊 两个女孩 如果来见供的话呢 刚才阿波莉就说 就是她说她的感觉 你两个女孩 你喜欢哪个女孩多一点 一个是 林敏利左手边那位 林敏利 她就是龙虎炮的千金 另外那位就是阿李承宅的太太 阿刘善廷 你会喜欢 如果你请人 你请哪个 就是做一个 你公司另外一个高层 可能就是under你 你会请哪个呢 我两个都不熟的 纯粹感觉就是不用熟的 就是要你直觉 林敏利啊 这个是林敏利 林敏利 为什么呢 说这个感觉来听一下 她看人都很准的 上次呢 我给了一大堆 那个香港小姐 她一眼呢 平时不出声 她一眼很鲜 就说了 这个又怎样 那个又怎样 她的样子 亲切一点 和哀 可亲一点 是啊 是啊 笑容很nice 是啊 是啊 另外那个呢 阿成泽那个 李师傅 那个样子普通一点 普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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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样子普通一点 是啊 是啊 真诚的 你覺得跟這個人做交朋友或者做同事他沒有那麼是非 這個樣子沒有那麼是非 他的樣子會比較簡單很多,沒有那麼公心計 是非有樣子看的 當然有樣子看的,大哥,是非 有的,有的 你看看那個眼神,他會不會那個眼神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多多說我眼神是盲人,我沒有眼神 我偶爾在家裡聽到,想起我都覺得很好笑 我問他我什麼眼神,他說你是盲人按摩的眼神 他還黑超 但隔壁那個就是普通,給我感覺是挺港女的 就是普通,就是普通的樣子 他港女是那隻high maintenance那隻港女 是嗎? 普通 都未必,未必是一定high maintenance 都是nice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nice的女生 你想想想,你自己想想 你承擇,娶老婆 她肯定就不像你這樣查別人的IG 是你由前世終身查加法 什麼都查完 就是她會娶老婆 不應該的性格是太差的 只不過如果你要選擇 要請人,請誰就請林敏利 我可以指他,你明白嗎? 你又有一件事,我要討論你 你承擇 這個是第二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那個 我要留下一集 說一下劉善庭的時候才說 你說她可能查三世 什麼的性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師傅 能醫不治醫 這個其中一樣 另外 她檢查過的了 你容許我講 她檢查過 她知道她一定會離婚的 她是不是都認了一個離婚 當然有很多辦法可以認離婚的 你不一定要離婚的 但她未結婚之後 已經知道她一定會離一次婚的了 她檢查過的 那個不是最真的 但是裡面還有很多故事 但我不是在今集裡講 因為我是有人認識 她兩夫妻很熟的 就是這三個人 認識她三個人很熟的 所以我知道她背後的故事 但是不是在今集裡講 好 下次聽 哈哈 因為上次 上次我講了陳伯 很多人喜歡聽 接著我猜不到 我講一下蔡伯麗 都很多人喜歡聽 所以下次我有機會講李成澤 因為李成澤本身背景 都是有很多故事 是啊 你知道這個故事 我也很想聽 是啊 我也很想聽 是啊 你講 那兩個女孩講完了 我很驚訝 她爸爸是開龍虎炮的創辦人 但教導女兒這麼乖 很驚訝 我又覺得 又要看看媽媽是什麼人 嗯 還有她來到這裡 都會影響到你怎樣去生活一個家庭 因為香港是很複雜的 你要複雜有多複雜 怎麼都在外國這裡是簡單一點的 是很小的 過了去美國的 是啊 那你是會比較正常一點 英雄地已經由香港變了來這裡 她做正行生意 就算那個女兒 有很多時候那個女兒 未必知道她爸爸那麼多事情 還有她可以讀書 她有自己的朋友 那媽媽可以做得好 不過她 我不夠膽說她爸爸做得不好 因為她是為了爸爸去選舉的 一個爸爸的遺言就想去選 是啊 兩個都是 是 劉仙廷為了 繼父 這個有一點點牽強 為繼父去選 為繼父去選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抄他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這個 因為我猜 我猜是因為有些人 他跟我繼父的感情都很好 所以都不排除 不過呢 可能她兩個的命格都相似 都不出奇 是吧 有些人的命格兩個很相似 她兩個雖然是比好相似 兩個都是冠軍 還不相似 冠軍 你以為這麼容易啊 不是第二名第三名 我是冠軍 因為冠軍都要 其實都跟那個命格有關的 就是有沒有那種 有沒有那種出人頭的那種命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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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你看有很多紅得的 譬如鍾楚紅 張曼玉那些 我先講 他們不是冠軍 但是為什麼後期要紅 這個可能跟那個運有關 這個一來 二來都是 跟那個運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一個命格 她要有個官星或者食傷這些 但是如果女孩子食傷重的話 她很有才華 但是通常婚姻都不好 因為食傷呢 雙官 雙官就是傷害那個官星 以前古時那個官星就是老公或者男朋友的 嗯哼 所以以前就說 相關那個女孩子就黑呼 但是呢 去到今時今日就不是 只不過那些女孩子比較厲害一些 或者是有才華一些 在古時呢 就是不適合一個女孩子那麼厲害的 所以就說那些相關重的女孩子是會黑呼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都不介意說那個女人 有些女孩子就是養了那個男孩子 哦現在是絕對是 那些男人都不介意 還喜歡 是啊 我遲些呢 就會講一個娛樂圈 一個女孩子呢 就本身呢 結過分的 跟著呢 就原來呢 我們以為她 是很貪錢 原來不是哦 她不介意養老公回頭 但在她來說又不是養老公 我遲些會講那個 是 你真是跌了眼鏡 一地眼鏡碎 你看不出一個原來是這樣的人 我可能 好像是誰 不記得是 等你講的時候 才聽聽是誰 大家猜猜猜 大家猜猜是誰 是啊 你會不會相信你那些東西的 有什麼興趣的 其實 我當然相信 我有興趣 不過我沒有興趣 好像你這樣去學 不過我現在是極度有興趣 就是越來越有興趣 好像 你歷代講者 如果你有第一名的名字 你差不多都不紅了 第一名 永遠都不是第一名 就是你沒有了一個冠軍 大婆的那個名字 那些就是二、三啊 耿頸四的那些就全都紅了 你第一名那些真的沒有誰是大紅過的 你可以說是 朱玲玲那些不是紅的嘛 人家嫁了的嘛 他不是在娛樂圈嘛 如果一看不開大紅的那些 全部都不是第一名 圓靚靚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100%的嘛 我已經有一個例子 我可以解釋的 因為如果在命格裡面 通常呢 譬如我剛才講的那兩個例子 張曼玉和中彩虹呢 他們的命格一定是大起大跌的 所以小時候都是經過很苦的 很苦呢 當他有運行的時候呢 他就會突然 因為通常這些人的星是關在一邊的 他的命格裡面有些元素是關在一邊的 要等到那個運來的時候呢 才砰一聲 他本身的命是有一樣東西 關在一邊是太多 但是他還沒運的時候呢 他用不到那樣東西 他用不到那樣東西 然後呢 當他的運呢 是幫生的時候 旺回來呢 他本身那些很多的元素 他就可以任得起那樣東西了 所以呢 通常呢 那些沒有拿到冠軍 但是呢 之後可以在娛樂圈裡大放異彩 就是運了 所以你看看妹姐那些呢 紅得那麼厲害呢 她通常呢 她的命是辛苦的 但是呢 她一有運的時候呢 她那個 就是那個 命裡面的元素 關在一邊的那些東西呢 連那些她都可以擁有了 所以好像 有鏡子說 所以圓靚靚這麼超市 就有理由的 她是第一 她有影后 她有老公 她英俊老公 她還有一個兒子 她現在還要那個老公紅了 以前就是她紅過老公 你說她不超市 就真的難超市 你怎樣看過最近 你怎樣看過最近 那個影迷會 就是closed down了呢 你怎樣看呢 我看過一些資料呢 她說呢 昨天看的 她說她的影迷會 就是她現在 她老公又贏了 因為拿了老婆出來 在那個 碧莹斬的哥哥 那個回合贏了 雖然她贏了這一仗 但是 袁詠怡就 輸了那個影迷會 但是那個影迷會 已經是25年的了 那些人好像 覺得 你什麼都 跟了她這麼多年 你closed 了 你都沒有理這個影迷會 你只是你老公 還有她真的是 因為老婆如果是這樣 如果看老婆她很老婆 經常叫一些影迷去支持她老公 但是覺得 你自己 沒有對我們有什麼好 叫我們去支持老公 還有有些人是對她反感的 覺得 她們兩夫妻拿 做 show 做得太過 too much over了 是啊 too much over了 少少是怎樣做好的 做 好演戲 是嗎 是啊 還有這個不是第一 她經常都想去 所以 雖然是大陸的影迷 都會 很多 但是都有一部分 不喜歡 那如果不是 怎麼會close我這個影迷會 那些人 就是 到現在為什麼會close呢 就是有些人覺得 要你的影迷都沒有用 還有 有些人是不喜歡她太過 太過高調 巴渣 還有我覺得 有些人也是妒忌的 一妒忌就是 你又休士 你條命又好 你又漂亮 你又第一名 所有好東西都在你身上 現在還要再找一筆更大的鐵 在大陸找些鐵大的 刀記成份也都有 我覺得 夾集了所有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說 發財要立品 其實未發財 要先立品 跟著呢 先付出後財源 因為我告訴你 她行不行 但是你要做些善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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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事 你說她買這麼多個Hermes 她有沒有出來做善事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做事 我不敢說 或者她有秘密做 但是我肯定知道她很懂得去放單 很懂得去拜什麼拜蜜 去保佑她們人家 和令她們混混好 這件事我就知道是事實 但是她有沒有做 我不敢說可能她有做 我們不知道 一件事就是說 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拜神 又點什麼香燈等等 其實她是放她兩夫妻 放她兩夫妻 你好像張帕姿 她就很秘密 但是那些人都找到她做善事 那些人被她幫了 都走出來說 其實她幫了我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這樣 但是她 不只是對她家人好 對她身邊也好 和對她不認識的人都這麼好 所以她就可以紅這麼久 都這麼多人喜歡她 1700萬個粉絲在微博 你以為這麼容易得來的 對不對 但是這些這麼低調做善事 又被人挖到 但是圓靚靚 沒有可能說 那些人挖不到 她一直這樣買 這個Hermes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多年 在娛樂圈做善事 兩夫妻賺這麼多錢 聽都沒聽過 你聽過沒有 鏡姐 圓靚靚 兩夫妻 沒有 不是 你聽過張法茲做善事 沒有 大把 對 我聽過張法茲做善事 都不是說 她不告訴別人 是的 那些人說出來 等於古天樂 古老闆 原來她做這麼多好事 我都是近這幾年 是自己幫那些藝人出來說 很多老的亂的 已經不在娛樂圈的 原來她真的是一個古老闆 她承受得在古老闆 所以她們這些 其實張法茲就是女版的古天樂 她們這兩個人 都在娛樂圈幫過很多人 其實不是她們自己說出來說 她幫人 而是受過恩惠的人說出來 但是你說 圓靚靚的那些這麼多年來 每個人都知道她買了多少名牌 有沒有人聽過她倆夫妻捐了那些錢出來 為什麼她閉嘴 為什麼她紅不得這麼長長 就是因為她 你兩個都是祈福 都是為你自己祈福 又不見你捐些錢出來 其實真的我覺得做藝人 你怎麼說 你自己回歸給那個社會的話 那你會比較紅得久一點 是不是 我覺得 她現在的老公可以有第二春 應該是第三春 第三春再紅第三春 那時候她姐姐是我們國泰的 她姐姐早我入少少 Monna Monna Zhang 她跟她一樣不像 你說圓靚靚 不是 張智霖 張智霖 Monna Zhang 我只知道上山Honna 和她姐姐是我們教讀的 都是七色關係 她兩個七色 是啊 曹查理 還有曹查理 她的舅父 曹查理我真的太淫切了 她樣子不行 我不知道她真人是不是非常好 可能是 但是她樣子很淫切 是啊 但是那時候我聽過她姐姐說 其實她舅父 就是曹查理 她人挺好的 通常她的樣子很淫切 那些人屢內可能好 我們覺得非常英俊 好那些其實很賤格 其實這是真的 不是啊 因為我聽過我身邊有個娛樂圈的朋友說 她說曹查理她那時候拍三部片 拍到這些錢雖然很容易賺 但是拍到自己很fet up 她給那些錢呢 一些很低收入的那些和她一起拍戲的那些脫星 她送那些錢給她 這麼好啊 她覺得她們的生活很慘 唉 那些錢 你知不知道其實 為什麼那時候 你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我那一集呢 就說姜濤說自己做到fet up 躲了幾天的 有一次我就做了一條片說 Leslie和她 我說如果她再是這樣的話 她是有一點抑鬱症那些的 那個pending 就是那個趨勢的 然後我說其實 你施比仇就更有福了 其實做藝人呢 你很大壓力的 但是你大壓力之餘呢 如果你去找一些善事去做的話 其實你個人會平衡心理的 我覺得 你說不可以 現在的藝人呢 是比以前幾十年 前那一代的人厲害很多的了 因為已經有前居可鑑 有經理人 有隔壁的人說 不要這樣了不要這樣了 就是她一小小呢 就會有人提醒她 就是等於你不覺得 那時遇到殘騙的那些藝人呢 明星 全部都是老賭的 老賭收場 就是給他們後一輩的那些 就懂得買樓了 買很多樓了 就是賺錢要儲存 總之買樓你就不會死的了 就是你有幾塊樓呢 你就算沒事做都沒事 就是再年輕的那些 你看現在個個都 紅得那些都 就是不做都不用怕了 但是以前那些可以賺很多錢的 但是亂花錢 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大家都很老賭 現在那些人不同的了 二來呢 以前譬如你說 就是最反差最大的就是 譬如曹達華或者棉叔那些 一個就是可能身邊多女兒要照顧 另外 曹達華華叔就是 也是個嗜好賺 賭錢 賭錢 但是現在可能會見到 前者可鑑 好像你這樣說 如果你有不良嗜好 無論你賺多少錢的話 真是 真是很 很什麼 就是輸了下去 是不是 金山銀山都給你輸了 如果賭錢就 真是 你怎樣都輸了 你有屋都要賣 都要賣 總之 現在大部分的藝員 是比以前很多 那些人是越來越聰的 因為他有前面給你看 但是真是很前面那些人 沒有更前給他看 但是 沒有更前 我又覺得 好像我做了這麼多人物專輯 你看回 以前那些人 他們每個都熬出來 現在那些家 以前是窮才進去娛樂圈的 但是現在很多都是家 姜濤比較例外 但是很多都是有錢人 有錢女兒這樣進去娛樂圈的 帶錢打工 有 有很多 但是很多都不是的 只不過 你看我以前很慘的 那些明星 是做完明星之後 要做 起街 所以慘不慘 我覺得很慘 你想想你是大紅大紫 然後最後 你是要起街收場 是不是很可憐 就是因為懸吟融錢 是 另外 我印象中記得 是嗎 嗯 嗯 他有些 嗯 我忘記了我要說什麼 你繼續說先 接著說 是 那我其實呢 我現在說的明星 不是香港的 是以前上海二十年代的 就是蝴蝶那代的明星 是真的要站街 來到香港 是很慘的 很多個都是 有很多個都是 如果你說到那個年代的話 邵氏有都很慘 一自殺 好像邵氏有幾個 那些余沙利 做些卓星 就是要賣賽 是 那些佔景都上去 好像是 which is ok 你都是賺錢的 你都是正正當當賺錢 就是很可憐的 因為卓又卓了 又不是每個男人都娶你了 那你又洗大了 現在沒事做 你可以做些什麼 唉 其實娛樂圈這口飯 是極度難吃的 是看好的 好看不好洗的 真的不要搞 完全沒有興趣 真的對這些 這個娛樂圈 就是去品評別人 我是ok的 就是如果你說 就是當現在 自己很年輕 有機會入娛樂圈 我都不要搞 不搞 完全沒有興趣 你有沒有被人 找星探發掘過你 有小事 做模特兒 做模特兒 不是做模特兒 不是做模特兒 不是做 拍戲 是假的 在DD外面 我覺得是假的 真的 我都沒有興趣 你又說DD人 你有沒有去過DD 我問了 我問了 你有沒有去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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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那時候也不在香港 是他不在香港 我也不在香港 這些真的很有趣 創架回你 創架回你 這些是去Hot God 去Canton 對 Hot Gorset 也好像去過 Hot Gorset 對 Hollywood Easter Hollywood Easter 不記得了 是啊 我沒有去Hollywood 但其實那時候 很多時候 都是跟朋友喝東西 是在Region喝東西 或是在Mandalline喝東西 文華 哥哥不在那裏 在那裏喝東西 Eccels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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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早期 Eccels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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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elsior那個巴叫什麼 我忘了 Eagle 是不是Eagle巴 不是 不是 Basement 是Basement 在地路 在地路 走出來有條橋 是的 我也有去過 那時候我很小 十幾歲 十少幾歲 然後去Cat Street 我們經常去Cat Street 為什麼我沒有遇到你 我經常去Cat Street 我去完Cat Street 你怎麼知道我是我 你怎麼知道那個我是我 我都不知道那個你是你 我告訴你很多人自己走過來 幾幫人去的 幾幫人去的 要是Mary N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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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幾幫人 我以前在DD那裏 整天說那些人走過來 找你做什麼 找你拍戲 你呀 我的手錶突然講話很煩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呀小姐 你那時候人們找你做什麼 我想知道 快點爆出來 認識我 我不知道 問你叫什麼名字 那些 你那時候是不是只是短頭髮的 是啊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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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喜歡你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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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麽高 當然是女生來找你 快點說 Dickens Bar 是啊 Dickens Bar Dickens Bar 我忘記了她的名字 你有沒有去銅鑼灣的皇后餐廳 即是亞非正傳拍那個景 皇后餐廳我沒有去 你跟我去的地方差不多幾乎一樣 還有太平館 太平館是吃宵宇甲 太平館我喜歡什麼 瑞士汁炒牛肉河粉 瑞士雞翼在那裡研究出來的 瑞士雞翼 我自己懂得煮了 我自己懂得煮了 我就慢慢去的麥克風 我什麼都是一個瑞士 還有我喜歡吃Beef Sugunov 俄羅斯牛肉飯 夠餅 哇 真 還有我喜歡 羅宋湯 羅宋湯 新寧呢 新寧你有沒有去啊 新寧也有去 金碧多湯啊 我姐姐最喜歡 我們去那些地方啊 金碧多湯啊 那你有沒有去腰穴 腰穴 銅鑼灣腰穴 是不是我後期的 腰穴我沒有去腰穴 雖然我一年都回來幾處 就是讀書的時候 但是去來去去都幾個地方 讀書的時候呢 就去新寧吃午餐啊 去太平洋吃午餐啊 還有那條什麼 欣平道啊 那個印尼餐廳啊 吃這個咖喱飯啊 還有 南亞餐廳啊 南亞餐廳啊 是不是南亞 買一些印尼三色蛋糕啊 一不就飛穴 這個同學 我們去馬會吃午餐 我實在叫海洋雞飯 最好吃了 南亞餐廳 去飛穴 去南亞餐廳啊 是啊是啊 還有哦 銅鑼灣有個很恐怖的地方 它有一幢牆呢 豪華戲院對面呢 有一個整幢牆都是黑白那些 人家有性病的那些你記不記得嗎 我不是很記得哦 怎麼叫人家有性病啊 就是有些性病 有些皮膚病呢 整個圖都是黑色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掛了一些 掛了一個很大的廣告牌出來 是啊 很多人害怕的 去講皮膚病 是啊 我略略記得 我略略記得 豪華 戲院豪華那裡 哇 真是你不講也不記得 南亞餐廳 那你記不記得有間餐廳叫南亞啊 有印象但是我不記得 Sorry 就是吃海捕雞飯的 很好吃的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 你的觀看會變少了的 因為不是很多人知道 我們現在好像真的自己一個人在酒吧那裡 自己說回想當年那樣 但是很多人喜歡聽 很多人應該有去銅鑼灣都有這些印象 還有很多都是我們這些年紀的 沒有哦 沒有跌了 沒有跌了 我想問你呢 那你一定有去丹麥啊 你有多不多去丹麥吃東西的嗎 有啊 那我們學校走去丹麥啊 炸雞腿 你自己爆自己學校在哪一家啊 沒有人爆你啊 趕鬼啊 你自己爆啊 還有他那些蛋糕 裡面有些乳酪的啦 然後有些蛋糕捲 很好吃的 但是呢 我想問那個阿婆呢 經常罵我那個阿婆 我喜歡被她罵的嘛 但是呢 她年輕的時候什麼樣子 我忘記了她年輕什麼樣子 我只記得燒 燒雞翼那兩夫妻呢 是老夫少妻來的嘛 你有沒有看到 什麼你都很熟丹麥的嗎 我經常去丹麥的 我到現在經常去丹麥的 我去銅鑼灣差不多 我心思思想去丹麥的 你知不知道她幾十年前 已經油粒粒的了 整個地 全部幾天 我真是救命 現在已經不是他們啦 很多年前都不是他們啦 不是 現在還不是那個老夫少妻那個 但是我最近去過 見不到她的老公已經 我現在講幾十年前的丹麥 你是講現在的丹麥 哦哦哦哦 我現在講幾十年前的丹麥 現在我記得我上次去那裡 有一個教人捉圍棋的地方 我記得我回到香港 扔我兒子去學幾幾幾幾 那些都十幾年前的 扔他去學 最好吃的 以前有一家叫永惠的 不是吃 是買那些文具店的 叫永惠 在丹麥旁邊 在丹麥旁邊那個 文具店 是的 是永惠的 只有她 全世界 Christmas 我們要報知 學校就是在那裡買的了 然後對面有一家吃魚蛋粉的潮州 都好吃到爆炸 這個沒有什麼印象 這個沒有什麼印象 啊 那你記不記得 或者鏡子 不知道 有一條橋 我們學校 過了一條橋 有個叫蘭芯 哇 那些牛丸麵好吃的 牛丸麵 波羅冰 紅豆冰 現在是Rigal Hotel 是的 現在是Rigal Hotel 現在是Rigal Hotel 現在是Rigal Hotel 是不是Rigal Hotel 現在是Rigal Hotel 不是她也不知道 是不是Rigal 是的 因為她 這麼久沒有回來 但是她說她 你現在多久回來一次 如果不是疫症的話 我都沒有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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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疫症 你沒有回來 兩年而已 如果你那裡出來 兩年多 一條橋過來 就知道現在是Rigal Rigal Hotel 那裡是豪華戲院 以前 是的 是的 豪華戲院 是的 我看《冠恩百兩》 《鬼馬雙星》 都是那裡看的 那時候多不多是碧麗公 和李母臺 看西片 碧麗公 就看《Some Way in Time》 《American Chicano》 《American Chicano》 《Richard Gia》 是的 在那裡看的 看很多次 你喜歡港版的《Richard Gia》 方忠順 方忠順 喜歡的 喜歡的 我喜歡的 是的 我喜歡男人的樣子 就像男人 我最不喜歡的是什麼呢 我最不喜歡現在的那些 男團那些 那些V殺面 我不行了 我不喜歡V殺面 女人V殺面都還可以接受 是不是 小小的臉 男人V殺面 化了妝 做到嘴紅色的那些 我不行的 我真的不行 我沒有興趣 但是如果我得罪了的人 大家不要怪我 只不過各有所好 咦 我也想不到 我以為你喜歡MIRROR 我以為你喜歡MIRROR 原來我的樣子很喜歡MIRROR 不是啊 這麼看得起我 不是啊 你們美國一群都有人喜歡MIRROR 有 有 有人喜歡MIRROR 我都說我不喜歡那些V殺面 我醉的 滋滋是 不很有興趣的 我是喜歡男人 是一個男人 所以你也是喜歡成熟型的 我極度喜歡成熟型 即是男人 我是古老人來的 男人穿著一套西裝 我是覺得 對我來說是很有型很雜誠的 就是要成一套西裝 你喜歡涉型的嘛 喜歡涉型的 是啊 為什麼呢 你說因為 你喜歡那些人 都是要厲害的 或者是男人 是不是 那很可能 如果有這麼想 厲害的應該都是 比較穩重一點 成熟一點 我喜歡的都會是 我年輕人都是喜歡 現在都是喜歡那些人 我從來沒喜歡過年輕人 我對那些一條騰子 很年輕的那些 我是完全是一般的 就好像以前的明星這樣 他老了 成熟了 那我又覺得 他樣子真的好很多 你說他瘦得一條疼 那樣 那條腰 你的手拿著 或者咬也咬得斷那些 不行 女人就可以這樣 男人不喜歡這樣 如果得罪人 大家不要怪我 喂 有人問 有人問 Rock and Roll Old Ladies 她說 你們是不是讀姓Paul 我這麼說 我們這個當然是不回答的 這些這麼私人的問題 對不對 叫她自己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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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她是不是讀姓Paul 你問什麼Old Lady 是不是讀姓Paul 她說 Pony Pepe說 Pauline 我都是在碧麗公那裡看了兩套 看這兩套 是啊 Somewhere in time 每個都是在那裡 是啊 還有 看了很多次 每個去完看又去看又去看 我看大家 大部分都是 如果住在香港那些 銅鑼灣 灣仔 中環 橙華地 都是去那一套 每個都是銅鑼灣的 大部分都是銅鑼灣的 還有一套 還有哪一套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unbearable 什麼 unbearable 什麼 那個 你叫什麼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還有一個 灣仔的影藝 灣仔的影藝 灣仔那裡有間專門做藝術電影的 灣仔那裡哪處啊 灣仔那裡 灣仔那個叫什麼 演藝學院附近來的 叫影藝 Art center那裡 是啊 OK 這樣就不知道 是啊 沒有什麼研究那裡了 沒有什麼研究那裡了 我們現在要不要 說回 conclude 一下 葛可營我們說得很少 你是不是隨時留下來說他自非 不是 因為我出過一集 他跟那個 那個 那個也是很好笑 汪子琦 是吧 那次我出過一集 人物專輯的 是啊 你說過了 但是呢 因為呢 他自從 就是那時候呢 他 他爸爸過世的時候 他出席了 但是呢 在他爸爸過世之前 一點點 他就是因為他老公 和他兩夫妻 就被一個 汪子琦淚得很慘 是啊 是啊 這個汪子琦 我真是一般的 什麼叫做一般的 就是壞蛋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 我 我廢話說得這麼 extreme 所以說 真是一般的 就是不喜歡的意思 一般的 就是不喜歡的 我不說 她差不多幾乎是 就是 千王之王 那樣的了 這個 這個女人 我真是 廢話說她 不喜歡 不如這樣說 說真一點 不喜歡 不過可營呢 我覺得她做老婆 就是娛樂圈 每個老婆都是這樣 老公有些事 就出來撐 那你又覺得 對不對 我真是想問一下大家的看法 阿鏡姐你說 老婆 關門 怎麼打 怎麼鬧 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想你老公更加 有條路走下去 你們要撐她 怎麼看啊 大家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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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關門 怎樣都要撐她 先回去 打到 朱炳那樣 喂 竟然呢 剛才說銅鑼灣自爆年齡 越來越多人看 Pauline 我們繼續說 你不怕 但你們廣留一件事 南華會 為什麼你們沒有說 六令 是啊 Pauline 你有沒有去撐她的 南華會 有啊 有去撐她的 你跟鏡姐說一下 我很少去 我去過 南華會 都是我們 年代 讀書 因為 鏡姐的sports很厲害 是運動建章來的 你跟她說一下 你說 我其實在學校打Netball Netball 是啊 是啊 我們學校打Netball 但你沒有去南華會撐她嗎 有啊 我跟朋友撐她 撐她 但撐她我只是媽媽的 就是我不是聰明那些 我是有 就是for gathering 一百人去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說 留有腳毛 好像你這樣 就是沒有 不是我一個 不是我一個 是整天 每個禮拜會去的地方 嗯 不是每個禮拜會去的地方 但是都會去 嗯 我經常都撐她 我們小時候 嗯 那有什麼趣事啊 有什麼趣事啊 例如呢 那是斯加坡啊 兒子 我看她一定有斯加坡 她經常撐她 怎會沒有斯加坡 怎麼會有兒子夠膽過來啊 有啊 你一大班 她們都有一大班男生的嘛 那就找一個來撈的 沒有嗎 你們 那些開P的才會出現的嘛 不是 因為你不要緊要 你讀男女校 是吧 是啊 那所以整班朋友 當然有男有女的啦 那你們已經有男有女 很少那些男仔 我們一出動 一出動就一堆人了 因為她呢 Pauline呢 讀女校的 那所以呢 如果她們整班女仔出去 就容易引男仔出去 是啊 是啊 我們男女校 所以Pauline 你猜男堂道那間是錯的 錯啦 那我知道了 男女校來的 哈哈 真是co-ec 是只有那幾間的 就是大家玩在一起 然後認識那些 就算在外國呢 比如見回來 都是 講起 全部都是那幾間 真是那幾間 其實是啦 不會 來來去去 都是那些的 那堆的了 是啊 還要是好歐高榮啊 去那些地方也是 就是我們講的那幾間 這樣 是的 差不多了 都是那幾間的了 都是那堆的了 是啊 但是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很開心 我覺得現在好像 跟朋友說回以前 我們最喜歡說這些 其實是很開心 好像你們今天又說 你們朋友說什麼 號外啊 金電視啊 接著又 什麼雜誌還有什麼 浴郎電視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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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我們講這些的 上課呢 常常 你沒有課 我提什麼雜誌啊 她突然間說出來的 浴郎 浴郎電視啊 姐妹那些 常常上課呢 在個櫃桶下面 在那裡揭姐妹咯 藍色那些 藍色粉紅色那些 是啊 什麼什麼 藍公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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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在我的群組裡 我就是藍公夫人 知不知道 我從小學開始 我從小時候 就是我整個群組的藍公夫人 藍公夫人 專門幫人解決問題 是啊 很小 你試過 你從小到大 這麼多人 要求你 給點意見 關於感情的方面 你試過 最棘手是什麼 個案子呢 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棘手 最重要是 要了解情況 因為就算是要離婚啊 外遇啊 三個 喂 喂 阿Lick Chan說大眾電視 我們必須收了這個 這個 其實還有的 大眾電視啊 大眾電視啊 我當時喝茶就全部買完了 金電視啊 金電視啊 玉蘭 你又說了玉蘭電視 香港電視呢 無線那本我肯定買的 哎呀 我是一般的 香港經常都是說那些節目 我很說 我不一般的 香港電視就是 我家裡喝茶 買明報的 那時候 還沒出一周刊的時候 買明報 一定買明報 一定買明報 你有沒有聽我說過呢 不是說家裡看那些 那時候我們讀中學 很偉喜歡去重擺屋的 上面七樓呢 買日本雜誌 我很虛榮的嘛 特地叫他 你不用給紙袋我了 我要拿著玻璃膠袋 然後呢 你很虛榮的嗎 你很虛榮的嗎 拿出街 我不知道你很虛榮 是啊 拿出街讓人知道我看日本雜誌 是不是很虛榮啊 哦 是啊 日本雜誌呢 我不用買的 因為我家裡買完的 我姐姐 所以我是不用自己買的 好虛榮 好虛榮 我講得太大聲了 不是 不是 你繼續講 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耳筒是很夾的 你看我有時候都特地放下來了 你繼續講 好嗎 哦 OK 松阪屋呢 很喜歡去下面吃東西 還有 逐層逐層買 Hello Kitty 整天都要去的 還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 他旁邊有一家麥當勞的嘛 我每天都 我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聽到你會知道是誰 是一年 我不是跟你講一年 我每天都要陪他吃麥當勞 是一年 我從很喜歡吃 吃到想死 是一年 為什麼他這麼喜歡吃呢 他真的很喜歡吃 每天都要吃同一樣東西 Milkshake 大家分享 原來是 Big Mac 大家分享 他巨蟹座的嗎 不是的 是處女座 哦 哈哈哈 每天 他現在是唐彈圖 每天 如果聽到那些人就知道我會說誰 每天 我就陪他吃了一年 他就是喜歡陳八強那個 咦 為什麼他跟我這麼相似 我經常吃來吃去都是吃同一樣東西的 然後呢 不是一年 你是不是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 那又不是每天 不是 每天 是每天 然後吃完就給他下面 Send real 買Hello Kitty 每天都要買些東西的 其實那時候都很開心 是啊 你不覺得讀書的時候 就是都會開心的 現在都有些開心 但是會多了壓力出來做事 那你讀書就是讀書壓力的 你以為容易就讀書 幾十萬科 你都知道我們的學校了 就是讀到你死了 我們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我肯定你有 因為我每個朋友 還有發夢 忘記了讀少了東西 哎呀忘記了讀 我們上個星期 我自己學校的群組也有說 你們有沒有 我突然間有發夢 突然間不記得讀書 發夢以前考試的恐怖 你有沒有 肯定有的 有的 有的 你說香港的填鴨壁界 是不是恐怖 那時候落在我們 心理上的印是多厲害 因為是填鴨色的 是啊 是啊 很恐怖 他們說回 鏡姐去了廁所 他們說回味無窮 你知道嗎 其實你們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很多網友 跟我們差不多的年代 所以你說回這些 我們這些回憶 其實他們都很有同感的 這些網友 現在越聽越多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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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是好 我真是想多人聽 還有一個 落太古城踩Roller 是啊 喂 維園也有Roller 我的聲音很大聲 我看看 很刺耳 我完全不行 哈哈 你一說話 好好好 我小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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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興奮 沙扁很大聲 我戴著那個耳機 我真的受不了 很刺耳 我也是很大聲的 會不會是我刺了你的耳 我也是很大聲的 你那個沒有刺 沙扁那個是尖的 我小聲一點 因為他在你旁邊 他近你 不是啊 他入咪的時候 嘩 我小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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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興奮了 如果阿鏡姐和我和你一起 他就真是慘了 他會被我們夾工的 如果他坐在我們中間 譬如我們一坐在吃東西 阿鏡姐坐在中間 他就真是慘了 他大意識一點 他今天硬盡去吃飯的時候 才是什麼 我晚上和兩個朋友吃飯 我就不是很講話的 我那兩個朋友也是 嘶哩渣啦 嘶哩哩巴啦 死了 現在真的近我們 就是我們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在這裡 一個說完 一個人在這裡頂嘴 在這裡鬥頂 然後我馬上說 停了 夠了 不要再說了 我們就不準了 然後他們就收聲 停不準了 每一個群組都有一個鏡子 真的要一個鏡子去主持人道 有什麼事情出來聽 但是要有人聽才行的 你有權威 每一個群組都有一個鏡子 你是否屬於那個人呢? 你叫我怎麼說啊? 你總共有多少個群組? 你這麼多朋友? 很多群組 你現在有這麼多群組嗎? 那我還沒有很多電話 我有四個電話 兩個iPad 你又不睡覺了? 喂姐 我跟你講電話 現在在做節目 我的朋友說現在上飛機去西班牙 我都要祝他一路順福 我都不停在這裏做的 這是我以前學校的群組 認識了幾十年了 這麼開心現在去西班牙去? 是啊 每個朋友都去旅行的了 對 經常都去這裏去那裏 不過我另外一個朋友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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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很小心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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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是長期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長期戴著 不過你在家裡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長期在家裡 那你有這麼多時間在家裡 你出去幾個小時戴著 就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戴太多 我會覺得真的很辛苦 譬如我去一個地方有很多人 我見到全部人都戴 我就馬上休息一下 我會是這樣 但我是一個很愉快 要把所有東西都抹黑 我很害怕 我的朋友會說我有點瘋了 我們又再講一下你剛才講的雜誌 或者什麼類型的 你的雜誌除了看這個 你這麼喜歡看雜誌 買光了 其實你也要講回我的童年回憶的 我們喝茶 家裡喝茶也是買很多雜誌的 它不同時間出的 有些是星期二出 有些是星期三出 我就沒有記住了 因為我姐姐是 通常其實買的是我姐姐 我姐姐大學四年的 是她 妹豬 我不合格的 我是叫妹豬 我家人都是叫妹豬的 她說妹豬 是的 妹豬 她說今天出什麼 今天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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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好愛都是我姐姐買的 就等於你 好愛是你一哥買的 那我也是看的 所以我就看完 好像吳正元是有份做編輯 我忘記了吳正元 是不是有份的 你應該記得 鄧小宇 鄧小舅 鄧小宇 就是鄧子豐哥哥 鄧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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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很喜歡尿尿人的 那時候我真的小學了 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很小了 這些都真是回憶了 Train cancer的女人 這個真是很記得 還有什麼 是啊 所以Train cancer的女人 我這麼小的時候已經看了這些 有些中環精英的四個女人 我現在告訴你 因為她很早期已經離開了香港 可能她拔收了這些 就是號碼這些 但是那時候她是在說 類似Sex and a City 那四個女人的 但是呢 這麼多年之後才拍分類似的Sex and a City 所以我到我大了看Sex and a City 叫我說一早看過了 這些內容 很驚訝 還有Train cancer的女人 比較講香港的海龜派 中環精英那些 那時候是在我那個年紀來看 覺得是很新鮮的東西 我不是很明白的 因為我很小時候 那我真的是小學來的 是不是小學 應該是小學來的 是小學來的 不是真的 我是出來看的 是有幾 Train cancer的女人也有看 還有我看她拍的那些照片 還有她們是很有 就不像你金電視那些 是很有介紹 很愛國的感覺 就是我家是有很多這些什麼線的 因為我家是做制衣的 所以是有很多很多這些什麼線的 那就是外國啊 所有這些什麼線 所以是看很多的 很喜歡看這個 那我就覺得 爲什麽這本香港人做的雜誌 裏面是寫中文的 但是她拍出來的照片啊 拍出來的東西啊 好像那些外國人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發覺呢 那時候我早幾天 早前講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好愛的封面的嘛 你雍美玲這麼紅 她都沒有做過好愛的封面的 那她的樣子是妹仔嘛 我不是說她妹仔是很便宜啊 她是那些輪家小女孩 不是那些很風格啊 因為她是很多都是外國回來的 還有是做時裝的 做建築啊 女主 因為好像說是中文精英 她的樣子不是一個精英 她的樣子是很漂亮 那我就做女主角了 是娛樂去 但是那些 你說一下 你記得哪幾個做過 好愛的 妙軒人 妙軒人 讓我再想一下 林青霞 林青霞 好像還有一些model的 什麼寶啊 做過 呂良偉的女朋友的 叫什麼美寶 抗美寶 這些還是老一代的了 還有 當然是劉天蘭做過封面的 應該是 林正元也做過封面的 這些很久不正然做過的 我想一下 後期我就不知道了 中楚紅 中楚紅是有的 是的 中楚紅有 黃宗宴 還有的 黃宗宴 我不知道 我記得哪一個 港姐第一名 做寫生那個 叫做什麼 鄭文雅 鄭文雅 鄭文雅做過的 鄭文雅做過的 那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翁美寧 但是也沒有劉嘉玲 如果你這麼說 不是她那個犯 是的 那時候她沒有這麼風格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一件事很興奮的 我還未知道的答案 大家都知道白龍王的 但是這麼出名 大家都知道 去見白龍王 每個人都要穿白色的 那偉仔就是契仔來的 還有所有 林建國那些班底 全部都是去拜的 那有試過 梁朝偉就帶了劉嘉玲去 為什麼白龍王不是肯見劉嘉玲呢 我看過他們的解釋 我看了在雜誌的解釋 但是是不是真的解釋 我不知道 你如果 我可以去評論 如果你覺得不是好意思 不應該說的 不要緊不要說 只不過我真的很清楚 為什麼幾次她都不接見 她那時候就說這個女人太強 她那時候說這個女人太強 鏡姐你有沒有去跟朋友 這些做生意的朋友 去見過白龍王的 沒有 從來都沒有 因為你本身不信的 是嗎 是啊 鏡姐是不信 她不是完全不信 她信 但是她覺得 為什麼呢 她一路都是一個走近 她是一個女人 那我 因為我呢 就跟她說 就說 其實呢 是一件事 富宵鄉 貧算命的 她那時候這樣說 那我說也是的 那時候 因為我看到身邊很多人 是不公平的 那我自己去研究 究竟是否命運是設定的呢 這樣 其實我都是有些是這樣的人來的 有些什麼我覺得不是好什麼 我就喜歡去研究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下一個 現在比較 快要有多一點時間 我就會去研究這件事 命令 就是我現在都有一點點 intuit的了 就是我很喜歡去研究 查根究竟 好像一個 俗語的一個八卦 我的聽眾都很喜歡聽研學的 那阿鏡姐呢 她就不是不相信 但是她不喜歡follow 因為她覺得 那些東西 其實我可以改一個劇本的 她是覺得這樣 但是她仍然都覺得 是有命運存在的 有運氣存在的 但是我現在問你一件事 如果你 因為我覺得 你的研究心很重的 就是你是表表者 因為 不是 我意思是說 不是 不要這樣說 你聽我說先 因為呢 就是喜歡聽得我 像我那些人呢 其實他們都是有求之慾的 那我 我由 聽眾 可以跟你做到 這麼好談的朋友的話呢 我感受到 你是當中的表表者 你求之慾很強的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你如果真是 喜歡 開始研究命令呢 因為命令很多範疇的 你會由哪一方面 喜歡研究呢 譬如 有八字 有八字面上 你真的問到我了 因為之前呢 之前呢 我就完全不知道 原來有奇門遁甲 我知道我是假的 就看電視 真的 原來真的有奇門遁甲 真的有這件事 那我覺得呢 原來奇門遁甲 和普通的命理呢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有有有 他跟你看削 是的 有些人是要真的在你那裡 看著你的手板 還有看到你的面上 奇門遁甲 你可以越洋 他就知道了 你不用給 有些 除非他 你叫他跟你 紮日子 那些呢 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很老實說 我想去認知 多幾樣東西 我現在暫時是完全不會知道 我應該去 專一件事 哪一件事 我都沒有認識清楚 我 我要至少去研究 這個是這樣的 給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三五七樣 那我才知道 我去對哪一件事 給更多時間去進修 暫時我是知道的太少 太頻率了 有紫微斗數 紫微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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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人不知道 紫微斗數 梅花翼數 鐵板神數 其實還有方正四元這些 不過呢 已經是有失存了 因為以前有個 古時有個職位叫陰天鑑 就是現在的天文台 是啊 天文台以前就是封 專門幫皇帝去看的 陰天鑑 是啊 其實奇門遁甲 他也是給 都是講五行陰陽的 但是他也是講方位 其實以前的人是打仗的 而這個諸葛亮 也是很厲害這件事 你設定到哪一個方位 那些人說哪一個方位 就是應該是走這個門 去打仗 去攻這一邊 這樣 是以前二十段時間 那些人是這樣應用的 但是現在的人 應用到風水 比如說 去哪個門口 是沙門 死門 那類的 是這樣的 尤其是你失陸 那個人失蹤 你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你有風水這件事 就不是把你整個命運改變 我覺得 是自半功倍 你可以輔助 雙父雙成這樣 但是你一定 你不可以說是一個不努力的人 你就靠這件事 坐在那裡就得益了 沒有 它會令到你 push a push 那樣 所以我現在是有少少時間 多了少少時間 可以去 不過你 我又不會說你做哪個行業 因為我不喜歡 講一些嘉賓 或者客人主持的背景 但是我覺得可能 你學風水那方面 是對於你的行業有幫助 會不會 我是大步少少的識 做了這麼多年 是少少的識 大街上看 還自己 你知道嗎 你不可以這麼說 你說錯了到時候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懂的話 不需要說 你懂的人不需要說 你知道 你知道可以不出聲 好像鏡姐知道很多事情 她都不出聲 是不是鏡姐 我的人呢 有少少壞 我沒有鏡姐那麼內斂 我抵不解 我就會說出來 她真的很內斂 她很有耐性 我平時抓住她 我沒有什麼內斂 我沒有那麼多內斂 我不行 鏡姐你講一下 我經常找你 你怎麼這麼好耐性 她真的很厲害 她的耐性 怎麼培養出來 你怎麼耐性 你講來聽 你怎麼耐性 頂得住 我經常找你 你講 你講 我去開一開大的冷氣 好像有些焗 會不會 很熱 你講 你講 我想問你 鏡姐 她到底平均 平均 是不是每天都找你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之前之後 通常是否完了 就直接打給你 不是 我做整件 完了太晚了 除非有些特別事件 她才做完打給我 基本上通常都是 下午的休息時間 還沒開咪 那時候她就打電話來 今天說什麼 怎麼說 怎麼接觸 發生了些什麼 有些什麼 說些什麼 就是這樣 總之她沒有什麼 她都會給她打電話來 說兩句 那現在她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 就是叫做 踏實一點 就是找了你之後 如果她沒有找過你 那天有些 有些不是很不聚財的感覺 如果你這樣 阿沙是不是 阿沙在哪裡 阿沙 阿沙在哪裡 她搞個冷氣機 是啊 是啊 如果她這樣 她真的會覺得 找不到你 她有一些不聚財的 開演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是 你問回她 總之她 我要等她你問 每天都乘個電話過來 我要你加持一下我 那你又怎麼看呢 你又覺得怎樣呢 她的找你 你OK的 那我OK的 OK的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除非她 有些 可能 真的 有一陣子 大家都知道 她很不開心 或者是 很激氣 那些 那些 我就開解一下她 那我想知道 不是人 就算是朋友這樣 你都可以這樣對待 是阿沙 你會特別包容 會不會呢 如果不是 你就很不空 那些朋友 每天打電話給你 我不覺得 你可以接受 那些人 每天打電話給你 是不是 我 我的朋友 不會每天打電話給我 是啊 我知道你的性格 未必會 這是特別的事情處理 你就是阿沙 那她每天打電話給我 我要聽電話 那 我就 如果你不聽 她就不會 你不聽三五七次 她就 我聽她 都不會 是吧 我不知道 但通常 通常 其實每個朋友 我都是這樣對待的 就是 有朋友 比如打電話來 問一下 或者 問意見 那我都會給的 其實每個 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都是這樣做的 不過阿沙拼 她現在天天開咪 或者天天有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那 那就會打電話來 問一下意見 我個人就是 我是很OK 我是很喜歡 很享受 別人打電話來 問我意見 然後我是和別人 遇到一個問題 最重要是 如果我給的意見是 有用的 那我就會很開心 因為我幾十年後 都是這樣的 我是會很歡迎 我經常說 你幾次打電話來都可以 就算朋友也好 生也好 是幾點 幾點打電話來 我就會很享受 那我就不知道 你是不是會很享受呢 你是OK的 還是你 只是 因為 我就個個朋友 有事找我都OK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那你經常找我 你有事找我 我就沒有空 有些人會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知道 你是否這樣 還是你對他特別好 不是的 很少的 我沒有這樣的朋友 天天打電話來的 是的 可能久不久都有人打來問一下 問一下意見 或者說個Hello 或者約吃飯 那些 沙批他又是開咪 或者他每一天面對的事情都不同 那他又很想聽一下我的意見 那他 我給他意見 他未必一定 即刻吸收到的 他向 是 他自己都說自己是 慢熱那些的 那我說 其實我就沒有所謂的 我意見就給了 接不接受 就是你自己決定 是不是 那當然是 是啊 那就是 讓他自己試一下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他 譬如有時 想歪了 或者走錯一點點 我都不會理他的 你自己走錯一下 你不走錯 你怎知道自己的方法是走錯的 我就不會說 我不是那種說 不行 未發生的事情 我不會告訴你 不行 你不要做 不要去試 我會給他 你就試一下 試了沒有壞的 就是 只是走冤枉路而已 你 是不是 隨他去試 你知道 沙拼性格的 是不是 那 你心想 基本上 你想了那樣東西 你就去做 但是可能 結束 我第一天已經跟他說 不合的 這件事 但是他都要走 我亦都不會stop他 你試一下 你試 試了 可能OK 可能我的想法 未必一定對 但是 有時候 他真的走了很多冤枉路 他就知道 哎 早知道一早聽你說 那就是這些 我沒有所謂的 我亦都不會 秋後算在外 都說一早叫你這樣做 我亦都不會 我都會尊重回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能我想到一些事情 他講完之後 我 給我 我會這樣做 我會給意見 那就很nice 因為 很多人都會說 我都叫你不要這樣做的了 這句話都幾 令人尷尬的 我不會的 你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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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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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麼叫做 一定要這樣 這樣 你意見 給了朋友 朋友 其實基本上 我經常都說 做朋友 最重要是不要有壓力 有壓力 做朋友就很辛苦的 是不是 其實是這樣的 朋友 我真的有分很多個level 去到死黨 死黨 很多幾十年 他死了 我們是會 是會說 你這樣不行的 真的會說 哦 那就會 是啊 真的 因為知道你踩了 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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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因為有時候 喂 我跟你這麼好朋友 你不說 都有時候 早年都有回頭 真是 見到他明明做得不對 會說的 真的會說的 但如果真的不是特別熟 就真的會 很難說 想說 都有時候 就收住口 不過我有一點點 就 我不是這麼容易 收到口 如果一問我 opinion 真的 我真的 我說真話 我什麼都說出來的 我就真的 很分析 套上床 分析出來 但我都會說 這樣會好些 這樣又沒有這麼好些 我是會這樣說的 就是 你就真的很忠肯 我是會加了 我是會加了 私人感情下去 就是加了 一些自己的 感覺下去 我是會有 這樣的 譬如我認識了 很久很多年的朋友 真是 可能是 二三十年以上的朋友 還有真是 死黨的朋友 我就會很直接的 我真的 很直接 假裝下去 假裝下去 真的假裝 假裝 是啊 我也會這樣 是啊 但是 譬如 但是有些人 你 未必會接受 當然 阿沙 我都試過假裝他 我差點 他試過有一期 是不是想我Vlog你 是嗎 編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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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沙 剛才在問他 你每天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 不是 他說我挑戰他 他說我挑戰他 是 編期差點Vlog 講不講得出來 我想聽 早期一些 我記得應該是年頭吧 年頭差不多 不是年頭 三四月 早幾個月而已 不做那裡的時候 再之前 你還在每個星期交一次功課 那一次 就是 其實是 兩三個月之前 不止 你沒有做都兩三個月 再之前 那他最初 講不覺得是甚麼事件 沒有說 他又不讓人說 因為是誰去聽的 不要說 讓我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應該怎樣去講 推薦這件事 大家都沒有嗎 不用說 你一定想到的 他不可以說 他不想 他直接不可以 封我嘴 他又叫我講 他現在又不可以說 Vue數啊 Vue數會很高 我記錄的 不 留下一次先說 你現在先說 不說 不說那件事 不說那件事 總之 他就 越來越離譜 做些事 然後 我就頂不順了 我就頂他了 我說你不要 那時候真的一天打十次電話來 沒有十次 沒有十次 一八次 七八次 九屍垃圾打來 在那裡說 然後 我真的那次頂不順了 我說你可不可以做足功課 你才打電話來問我 你擺明 我沒有說什麼事 我沒有說incidence 我說你可不可以做足功課 才打給我 你現在擺明是整件事 拋給我幫你去處理 我說你是不是想我block你 你再說我block你 不聽你的電話 然後他就說一句 唉 我這麼煩你 整天都煩你 你都不罰我 我已經覺得奇怪了 我只想看下你的底線去到哪 哦 push your limit push your底線 是啊 上次 他可以講了一輩子 這件事 然後我說 那你是不是現在想試我的底線 他會生氣我 試我的底線 我沒有生氣你 我是block你 就是直接不想聽這個人的電話 接著他就害怕了 嘩很危險啊 試他的底線 他block了就block毀了你了 是的 對的 我說你 是的 以他的性格 你不要試他的底線 他block就block了 你擺明試他的底線 好想看見 哈哈 哈哈 Pauline 你真的做一個下席主持 做得了 超級出色 是嗎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事 我也不敢問鏡姐 你敢問她 她肯答你也很厲害 因為你每天要打幾個電話給他的 那我不用了 我就夠膽問了 是啊 是的 你當然不夠膽問了 我問了 最悲痛是他不回答 但是現在炒起了氣氛 既然炒起了氣氛 那就開放一點點來問 這個都不是什麼問題不能回答的 是你尷尬一點 他沒有尷尬 所以他是會說的 你繼續吧 我們三人會議 快點說 你問吧 你問你都不讓人回答 你問又不讓人回答 他回答了你 我有些事情給他處理 然後我心想 為什麼我問他 他都繼續幫我處理 然後我問了你 問多一點 別浪費 他正常不做 他正常不做就打電話來 問我有什麼意見 給他去處理 我說你不是吧 你什麼功課都沒有做 你就一個電話打來 叫我幫你處理 沙聽像我一個朋友 幫他弄一弄一弄一弄 他真的不夠膽了 他要做足功課才打 做好整件事 他才打來問我意見 好 你繼續問其他 好 不如 我知道你未必說 但這個我看很多你的粉絲 心聲想問的 但如果真的抓到痛處 你就不要回答了 就是 你在人生之中 你不用說是多少歲 什麼時候 是怎樣的關係 在一個什麼關係 覺得很傷你的心呢 當然如果是出軌 但是有沒有其他事情 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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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傷你的心呢 在你的幾段的感情線裡面 我想知道 不是我想知道 是很多人想知道 你問沙扁是不是 我是問沙扁 其實以前 我是一個很傻的 就是一張白紙 很多都是比較簡單 我以前 對方多不好都好 我是會容忍 或者是會 是會容忍 forgive but not forget forgive 但是我是可以用 為什麼我以前 就是有幾 其實我拍不是這麼多次拖 為什麼我 就是 為什麼我會拍幾次拖 一來我覺得我自己少的 就是我不接受太多的機會 因為我從來都不正確 但是我會覺得 既然喜歡得過他 我就可以接受他的缺點 為什麼我幾次都是被人 非那個 因為我可以容忍別人 我可以原諒別人 但是別人 未必一定會原諒我 當他有第二個 其他人去 approach 的時候 人是會貪的 或者會疲勞 會厭了 但是我仍然都覺得 我可以接受他的缺點 但是他未必 當他有其他選擇的時候 他未必會接受我的缺點 那就是說 所以我是 我是 很容忍對方的 但是對方 當他有其他 temptation的時候 他就 未必選擇去 接受我的缺點 就去 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這樣 是啊 是啊 找個更什麼的 或者新鮮的 未必一定最好的 但是新鮮的 所以你問我 除了對方出軌的關係之外 其實我的容忍程度都幾大的 當然是 我也有很多缺點 比如說我脾氣不好 這樣 我記得你說那次 什麼 你男朋友送錢包給你 扔了 扔了地 是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 其實我 你知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我之後有解釋到的 因為那時候 不想他用這麼多錢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我很不成熟 我表達得不好 但是 這個表達得不好 其實我跟他現在都很好朋友 很好朋友 That's good That's good 那我想 大家都想 比如想知道 你在 怎麼說呢 我應該怎麼問比較遠處 你現在就很 就是很注重你的事業 那你在真的拍拖的時候 是不是都很像這樣 還是你很 什麼都是掛著你的另一半 多一些的 不是那麼事業專注的 我想知道 其實我從小時候第一次拍拖 到去到某個歲數 我是放感情在第一位的 但是當我去到一次最受傷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自己說 我不再浪費這些時間了 因為我覺得以前浪費太多時間 在感情的方面 然後我就開始去讀書 一下就讀了兩個Degree 然後就讀書的時候 臨畢業就跳級升職 然後我在工作找到我的成功感 之後就跟自己說 我不要隨便去開始一段關係 之前從來都沒有隨便過 但是只不過以前是 會年輕的時候 當然會容易開始 當然會了 不要那麼難 但是之後我找到我的工作 和讀書的成功感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人生 真的不需要一定要有戀愛的關係 因為朋友的關係都可以 你可以很愛一個朋友 但是你不需要和朋友發生任何關係 但是你有愛 有種愛在那裡 有種愛在那裡 原來大大廈 愛不一定要應用在拍拖的關係 這樣 是 不是 所以到我 對我 到我 在學 現在就離開了學校 那就 是 做事 但是做事的方面 我覺得 已經找到一個成功感了 所以其實 如果沒有這樣的必要的話 我不會隨隨便便 去把時間花在感情的方面 愛情 那就是可以說 2018年那段感情是不會相當開心 因為你已經是長大了 以及已經是 不是好像以前小時候 那麼傻傻的 將感情擺在第一位 什麼都是男朋友先 是不是這麼說 那段 那段2018年的時候 我覺得我 原來你認識了一個人很久 但是你都未必一定認識了他的全面 原來認識了之後 拍了拖 原來是不合的 然後我就跟自己說 是 當你認識了一個人很久 你都未必一定很清楚 他真的能不能夠相處 就是 能不能夠相處 所以我經常說 一些傷害的人未必能夠相處 相處到的人也未必一定傷害 我太有這件事情 不是在我幾段的關係 而是說 慢慢成長 已經看到身邊的朋友 都是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不需要了 其實 又不是未試過拍拖 已經拍過拖了 對 不需要了 所以我覺得珍惜 尤其是 在我離開公司的時候 慢慢遇到 遇到以前 我一向在以前的舊公司 都不會有很深交 都覺得始終是有厲害衝突 是 還有那個環境 工作環境 令到那些人太過 發得來 是 喂 去完這一班機 去第二班機 將那些事情 不會太深交 但是現在呢 反而我離開舊公司 我覺得 我可以做回自己 所以我連我的頭髮都染到金了 我可以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的時候 變成我交的朋友 我都可以很自由 很暢所欲緣 還有 因為我做這個新的行業 做一個YouTuber 是很光顧人的性格 你不能假裝的 因為你假裝出來的話 人家始終日子久了 就會看得到 所以我就做回我自己 你們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罷了 就比較自由一些 可以做回自己 還有可以自己選擇哪些心交的朋友 那我覺得離開舊公司 現在轉了新的行業 是可以 就是令到我 進入另一個重生 另一種生活的模式 其實這個工作 as a full time YouTuber 和我以前那個行業 都幾大分別的 因為以前這麼大的公司 很多後面的back up 但是現在什麼都是靠自己 還要做這麼多東西 一腳劇 但是我有我自己 享受那個過程 因為我以前 其實我小時候 我想做coffee writer 就是做廣告的 然後我想讀演藝學院 但是想做幕後 想做導演編劇 但是家裡不給 然後我才跟同學去 interview airline 做了這麼多年 但是現在我做這個 YouTuber 其實是做回創作的行業 做回我以前初心 小時候想做的東西 就是創作的東西 所以這份工 我是打得開心的 但是都有很多 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戰 尤其是跟時間競賽 因為新聞 一定要有這麼kiss 這麼hot的 是啊 這樣吧 很感性 很喜歡你這麼說 我很想聽你這麼說 我很開心有機會 新肯問你 因為我本身是巨蟹座 真是一個感性的人 如果你說我理性的話 只不過我跳出來的框框 沒有以前那麼感情用事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感性的人 而且很sentimental 我以前很容易哭 你其實如果看過 我講一下Muja 差不多每一條片我都講到哭 那個是真正對我自己來的 真是 其實我雖然是雙子座 但是我是一個極度感性的人 很感性 但是我另外一邊 因為我是雙子座 就好彩 好彩我是雙子座 所以我在不感性的方面 理性救了我出來 在那些深淵裡救了我出來 但是其實我是一個感情用事 都不得了的人 感情是No.1 但是我聽得出來的聲音 你都是 雖然你雙子座 但是如果你說理性 你這個鏡姐這個雙子座 她是完全理性的 你有沒有感性那一面 鏡姐 你有沒有感性那方面 還要想到沒有什麼 還要想到沒有什麼 還要想到 對 感性啊 你什麼都這麼理性 有沒有感性那方面 因為我trying to be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three person together 理性都有感性 我好像沒有什麼覺得你是感性的人 沒有什麼moment for感性 唱歌的時候 唱歌的時候 噢 唱歌 是 是 是 大家是不是很開心呢 今天sapang 盡數心中情 Shirley Lam 盡數心中情 你不是 我很喜歡 因為為什麼呢 我平時很少自己 我不知道你們想聽什麼 想知道我什麼 但是我自己不會自爆的 所以我說你做一個 就是客席主持的話 你做得是 我想很多人很喜歡你 你連駕鏡姐 一些我不敢問的問題 你都敢問她 她又敢回答 所以你說很成功的 我給你一點掌聲 雖然你的電話我聽不懂 謝謝 謝謝 你聽到了 你聽到了 我聽到了 其實我很感恩 因為其實我想問 有幾個問題想問了很久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知道 但是也不太好 還清直狀地問 還有問問題也有適合時間 是不是 你不是那個時間 你突然間 你控制的問題很奇怪 很奇怪 剛剛現在比較感性的時候 又深夜了 輕談淺昌不夜 談一下感情事 我覺得是正確的時間 你看一下 我知道你可以不回答 問得不要太深入 我看是OK的 誰沒有感情事 其實我也是那些 死選的人 所以我不可以喜歡一個人 我喜歡一個人 我會發神經 我也是一個發神經 邊婆 就是喜歡到爆炸 但是你剛剛才說 你對你 跟你拍拖 或者追求你的男士 你覺得 你對她的態度很差 那有什麼人 會令到你 是 就是 跌了到深淵 那當然是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之後那些 你會覺得 不要搞 不要搞了 太喜歡的人 就是找自己笨 就是做什麼 這麼喜歡的人 那你就開始 那我都有理性那方面的 還有 其實我小時候 就不是很喜歡男人的 就是你要我喜歡的男人 我就會死的 因為我小時候 小學呢 就看那些月月產片 我就覺得 為什麼那些女人 要男為家嫂 大家都知道 什麼余麗珍 藍紅 白燕那些 為什麼每個女人 都被人壓榨的 但是我家裡不是這樣的 我爸爸是很 很開明的 就是雖然我都有哥 我有姐姐 但是她最疼我 我姐姐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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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疼我 就是不會說 因為只有一個兒子 就會全都會 不是 我爸爸是很洋化 很西化的 我就覺得 我們家裡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都是 幾十年前的人 那為什麼那些月產片 這麼壓榨那些女人 我就很討厭男人了 就是很討厭男人 有小到大都覺得 男人是壞的 幸好我是這樣 就是我 有些這樣打了底 如果不是呢 就會很傷了 都真的 會想事情 想過男人 真是想他什麼時候打來的 我自己都試過一件事情 你死不打來 不過就從來不會是八天 通常一天兩天就會打來 但是都很難受 就是人經過的事 我也經過過 我也經過過 我自己都經過過 只不過可能 會要抽身 抽身之後 就 就是不要搞了 根本我都不是一個 會很喜歡男人的人 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討厭男人的人 就是基本上我是一個 不喜歡男人的人 但是我都是喜歡男人 我不是LESS的 是 幸好我是這樣 如果我不是這樣 我看我真的死了很多次了 是 是 就是現在 不要搞 不要搞這些事情 很多年前都不要搞這些事情 就是沒有心思在男人那裡 不喜歡 那你會不會 轉換了你的 attention 在你的事業呢 事業永遠都是事業的了 做事就永遠都要做事的了 而且我也很享受做事的 但是我又不會像你這樣 哇 那我有兒子 我有個兒子 那我都要拿到我的兒子 那我有媽媽 那我爸爸就不在那裡了 做了很久了 那都會 就是很多朋友 那你只是做事 你有個兒子 你要 就是他香港的小孩子 經歷過那些事情 我的兒子都經歷過了 他去中文課程 是要去兩個中文課程的 是一個講國語 學範簡體字 原來他學一個廣東話 寫梵體字 就是我兒子是讀了幾十年 就是二十幾年中文的 就是他自然可以寫 寫得很好的 那還有又彈琴又打歌 他就是游泳又畫畫了 很多sports 又做很多那些這樣的義工 那你說我那些事情在哪裡來呢 我媽媽就說 你看到爆炸 我說是啊 那我兒子現在畢業了 做了律師了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真的 應該不用理很多 都要理 剛才就要寄了一些東西給他 所以我沒有空 因為我是 我不是那些媽媽要貼著兒子的 我的朋友說 那你兒子在哪裡哪裡 那你不要跟著他 我當然不會 最重要他在那邊安好 做事做得開心 在哪裡現在去 在哪裡 在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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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一些打官司的律師的 打官司 Barrister 英國的就是Barrister 我不是這樣 Solicitor 剛剛開始的 剛剛畢業剛剛做的 就是一個start來的 那就是我 我就可以不用理那麼多東西 那我就 我就有很多時間可以 好像學一下子皮斗數 或者學奇門遁甲 就是我真的很有時間 還有我想做一下狗的義工 我很喜歡狗 我是喜歡做狗的善忠服務 我和你講過在電話上 就是我想take off狗狗 最後的生命 給它一點love 就是我有很多feeling 不是很想給男人 給孩子 Kate Seale說她在Houston 在Houston Kate Seale 嗨 但是我在San Francisco Kate Seale Kate Seale有沒有join你們的group 可以join他們的group 經歷 快點找 Kate Seale Smart Travel America Fans Club 在Facebook 就找到我們的了 快點 join我們的group 我們有很多東西說的 快點找些東西問 快點找些東西問一下鏡姐 趁你在這裡 是不是你不敢問的 那些照片 我幫你問 Sapang 你又講一下我和她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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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很尊重她 也都很amide她的能幹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又不單止是她的 我認識朋友 我自己呢 我不是很理會別人的背景 但是呢 譬如說 那個人很funky 或者 我有東西在她身上學 我會問一下 有什麼可以給我意見 但是我多數 我和她的conversation 多數是這樣的 我自己呢 就不會特別 對她的私生活有興趣 嗯 那所以呢 我就有得她 她自己喜歡講幾多 就是幾多 我不問她的 是啊 你這麼多問題問她 你經常都問她 你的career的東西 你還哪有時間去問她的私生活 那些quota給你用光 放自己 但是問題是說 我不會有興趣她的私生活 你明白嗎 我通常我 我會比較 覺得 因為呢 譬如 嘉賓也好 朋友也好 我自己本身 我 我自己 不會問 問對方 我想她 她有興趣 她自己喜歡講 喜歡sharing 她喜歡講幾多幾多 不過我又很喜歡 跟你聊天 因為每個人的chemistry 不一樣 我覺得 每個人的chemistry 不一樣 譬如你自己很喜歡講 你自己的東西的 如果你喜歡我 我意思是說 你喜歡講給我聽的話 或者你喜歡有交流 我都會問你 這方面你有什麼感受 因為她自己本身 都不是這麼說她自己的東西 可能她不喜歡別人問 所以我就不會自己 特別去問她 那些太過私人的東西 但是因為 你又跟她沒有 好像我跟她這麼熟 或者你慢慢會跟她熟 但是因為 你今晚在這裡 她又在 有很少的三個人 在這裡一起做節目 是吧 是啊 是啊 很特別的 那我又不想說 她現在來了我 然後 好像她 她不出聲 那你跟她聊得這麼好 你問她 她就夠膽 你夠膽問她 她又會肯答你 這件事情很難得的 是吧 很難得的 那我問得很遠轉 我又不是單刀直入 也都給了一些很服務的東西 我問到 還有大家都會 大家都八卦的 鏡姐唱了歌這麼久 又這麼好聽 那鏡姐 小小個人性格又怎樣 我覺得很多人都想知道 包括我自己 你問我 還是你想問她 我現在會開始問她 你問她 譬如鏡姐 鏡姐 大部分 如果你不理會的 我覺得很多粉絲都會想知道 平時你是喜歡吃什麼的 平時 真的 你喜歡一個人 你是她的粉絲 你自然就想知道她的日常生活 那當然不要 pry into太過細節 譬如你吃不吃早餐 還是你好像針治塔式一樣 早餐吃很多 你覺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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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想知道 不是開玩笑 運動現象 是啊 除了運動 飲食 我看她也控制得很厲害 她跟你吃一餐 她又要減回一個星期 那吃早餐吃什麼 我自己本身是吃乳酪 希臘乳酪加Blueberry 然後是Honey 蜜糖加杏仁和Walnut合桃的 我通常一星期五天的早餐就吃這個 我自己都很curious 三餐就不吃早餐了 晚餐早餐是混在一起 阿鏡姐你早餐吃什麼 我都會想知道 我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都不吃早餐 你都不吃 我一天吃兩餐而已 走一六八 即是八個小時 你午餐和晚餐 八個小時之內 吃完 走回一六八 你走回一六八 即是十六個小時不吃東西 要隔十六個小時 我發覺那個不是很work for我 我發覺我是早餐要吃很多 然後真的晚上那餐就吃少些 那個work for我 即是少吃多餐 我十六個小時不吃東西 我都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你習慣的 因為我以前都喜歡吃宵夜的 接著發現不行 開始肥了 加上疫情那時候 在家裡 那時候整天做麵包 做蛋糕 就肥了 即是肥了 那些朋友都說 你為什麼肥了那麼多 死火 接著開始不行了 接著就 第一首先是 切了飯 飯先 即是澱粉質 切了先 切了一些零食 不要吃那麽多零食 接著 走一六八 不吃早餐 那你就是喜歡吃零食了 你喜歡吃零食的 其實 不是太 其實我都不算是很喜歡吃 但是 簡直是 切到差不多 沒有 可能很少 真是很少 零食 即是薯片 你不吃飯 薯片我很喜歡 不吃飯 不吃甜 不吃零食 就算不做運動都會瘦 這樣我不動都會瘦 甜我都吃的 譬如奶茶我都喝的 奶茶 一日一杯 不止 我想跟薯片差不多 這樣算多 五六杯 多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拉筋 他經常拉筋 一直聽我的節目 拉筋 拉筋 拉筋是很幫助減肥 我覺得 我要學一下拉筋 我剛剛昨天才有個朋友 跟我說拉筋 我拉了很多 整天在那裡拉完之後 神經病 立刻 立刻 收了 那條腰 小小肥 用錯了 那個力 或者 拉錯了 拉錯了 咬錯了 咬錯了 那條腰 那我要再問我朋友 我自己做錯了 他本來看著我做的 看著就說這樣對的 或者我做得太多 做一做一做一片 然後呢 他說晚上會痛的 那我真的痛 然後我看一看 咦 我照著鏡子都脫了衣服 咦好像真的收了一些 自己騙自己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因為 怎麼說呢 譬如你有時那些淵巴 塞了 或者 你那些肌肉 呢 就是 就是 整天痛 周身腰症 骨痛 就是可能有些 骨歪了 譬如坐姿不好 歪了 你要拉筋 拉直它 自然呢 你 還有 就會受 我 你如果 那一期 我勤力 拉筋呢 嗯 是會自然瘦一點的 我們 我現在要講 我們美國的Fans Group 有一個很厲害的 八段感 拍了影片 我懶了 就是問 你做了沒有 我還沒有 我都不敢再回答 那我現在真的要開始看他的影片 做八段感 還有他都有很多的影片傳給我們 是 為我們健康好的 不過我都要拉筋做一下這些 不可以懶 有時候都懶了 不知道為什麼 會的 真的會懶 反而不吃東西 吃健康一點容易一點 做運動比較難一點 病毒之前 本來我每天做一個小時的 病毒之後呢 我沒有去健身 那就懶了 下來了 在家裏做 拉筋在家裏做 拉筋在家裏做 我以前一向都是一邊聽著沙拼 就一邊拉 他開麥克風我就一邊拉筋 那你不覺得 辛苦 你一邊聽著一邊拉 那你就越做久一點 越做久一點 那你就整個人都鬆了 那就少一點腰酸骨痛 還有少一點積墜一點肥 肥高 肥高 真的想起都很恐怖 肥高 但是你的樣子都好像很瘦 瘦底的人來的 波琳 不好意思 我從來都不是瘦底 我們整間都沒有 你知道我們昨天在說肥仔水 誰喝過 還有花塔餅 他們說誰吃過的味道都很好 其實我差點有個意獄就說 我都希望我有份吃過這些 那些肥仔水 現在你們一幫人聽到了 我整家人都很喜歡吃東西 不過 我那時候 那個面是比較尖少少的 那個面是比較尖少少的 這個很慶幸的 你的身肥的嗎 你那個身肥的嗎 你的樣子似是很瘦的 我何來瘦啊 我另外給你那張照片 哈邊蚊的樣子都是軟軟的 何來瘦啊? No 完全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你是瘦底的 我不是瘦底 我可能不是說很肥 但是我不是瘦底 我從來都沒有瘦底 瘦底就是你吃也不肥的那些是瘦底 我不是說不吃也肥 那你吃也肥 因為我們是我們很喜歡吃東西的 整家人很小時候香港那些吃東西 我們整家人都經常去試 就算來到美國 我爸爸就已經退休了 我們是特地買一本書 The 100 Best Restaurant in San Francisco 我們就逐間去試了 三法治最好吃的那一百間 我們就去試 你想想已經會瘦而已 不斷吃 我試過真的要減肥 就是飲食甜 很快很快 飲食飯 不吃宵夜 我好喜歡吃宵夜 因為我不睡覺 你想想我是不是很喜歡吃 我是需要吃宵夜 我的肚子會很辣的 人家 那不吃這三個東西就即售了 很快 幾天就瘦了 幾天而已 但是這三個東西都是我好喜歡吃的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喜歡做燉奶、燉蛋、香湖西米蘆、紫米蘆 我是自己做的東西吃的 你說是不是慘了 做完之後你就會吃的 你好像很擅長煮東西吃的 我喜歡煮東西吃的 我喜歡煮東西吃的 通常我這樣說 我是上海人來的 我發覺我的上海朋友 就每個都煮東西吃的 但是我的廣東朋友 就每個都 我只是說大部份 就是我的群組的朋友 就每個都煮東西吃的 不是怎麼喜歡煮東西吃的 就是我們的朋友 媽媽啊 上海伯母 全部都是很厲害煮東西吃的 廣東伯母 你說 你說 我說廣東伯母 就不是很喜歡煮東西吃的 但是上海的伯母 就每個都很厲害 即使家裡有工人 但是都是要 就是煮東西吃是高手來的 我們都是喜歡煮東西吃 我姐姐哥哥都煮東西吃都厲害的 你不是經常都 經常都介紹那些煮東西吃 那些在你的群組那裡 就算我們這個剛剛新的群組 你的Fans Club群組 都煮了一些食物會彈出來 每個煮了些什麼 那代表哪個是美國那些 Tank Smart Travel的粉絲 如果加入你們的群組 都可以有很多美食的分享 的煮法和食果 有啊 有啊 還有哪間餐廳的燒鴨好吃 哪間餐廳的燒鴨現在沒有那麼好吃 哪間餐廳的東西比較划算 現在的東西很貴 真的差很遠很遠 我真的告訴一些聽眾 在這個疫情之前呢 你買一罐那些泰國的椰汁 罐酒那些 大約是 我當是8元港幣 現在40元 40元港幣 哇這麼貴 由8元港幣變成40元港幣 是過了很多倍的 那我們就會說哪間會好一些啊 哪間就不要去這樣 那這些是不是 我都很驚訝 這個群組 好像我自己的朋友的群組 那樣 非常 就是 不期望這麼好的 嗯 我聽到 我都很有興趣 看一下 就是走進那個群組 所以我沒有時間啦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很有興趣 她說什麼 Kid Sio 看完了 上去看Fan Club 現在又幫你requit到一個了 希望Kid Sio可以加入你們的群組 讓你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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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你了 我們去說 Ka Saffet的閒話 OK 哈哈哈哈 喂喂喂 話說回來 我怕鏡姐 因為她自己開車來 拍了在我家樓下 那但是呢 我有一件事 我可以很開心地這麼說 我真的其實呢 很期待呢 下次 有機會 你不要走著 她不小心續船 我其實好 小心點 因為呢 你說你明天晚上都會在這裡做節目 跟我一起做節目是不是 你介意不介意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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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都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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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呢 我們三個很好聊的 難得呢 連她從小到大 鏡姐呢 都是不喜歡說話 你竟然呢 除了吵她的口說話之外呢 你亦都問了很多私人的問題 我想呢 很多網友都很滿足的了 哈哈哈哈 我想呢 下次 你明天晚上呢 如果跟我一起做節目呀 鏡姐如果我們說說說說 我打電話給你 把你閉上去 你閉上去 你閉上去嗎 我想一下有什麼辦法呢 我呀 我跟她在聊的時候 對呀 你閉上去別的電話嗎 你再多一個電話就行 他說那有 但你沒有線呀 喂 我問你一樣東西 你介不介意 如果下次跟我们在談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你三個兒子說 但 有一個難度 什麼 就是 如果你三個兒子說 我未必會聽到 Pauline說什麼 嗯 我先想一想 好 我先想一想 我一定想到的 但是我21日一定會去你那裡的 21日的時候 就算明晚他做不到 總之下次如果我見到鏡姐的話 我又可以打電話給Pauline 你不一定要星期五才有空 你平時打電話來我沒有空 我告訴你真的沒有空 你喜歡就打電話 是啊 下次如果我去鏡姐做節目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他下次什麼時候再有空 出開來香港 但是今晚是很開心 你還不可以 我都說很開心 首先我是代表了很多人 問了他們想知道的東西 鏡姐你今晚還不可以 你2是怎樣 2是怎樣 2我都說好像三個人 三個朋友 現在在地區 晚上喝著咖啡 或者喝著一杯酒 在聊天 是啊 非常好 是啊 很開心 你明晚都和我一起做節目 你看看你的朋友有什麼問題 想問我 你不要想著靠我口說鏡姐 他自己說一件事 我不會 你問我關於鏡姐的話 我不會告訴你 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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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這麼衰的 我怎麼會問你 最慘是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不問他 多數是 他聽我說話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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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你可以問一下 我 其實我 我經常見到他 都是爭取時間 問我 那些事 問你自己的事 是啊 是啊 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呢 我想呢 今晚呢 你和我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想美國的粉絲 真的 拜你為神 你這麼夠吉利 你知道嗎 嗯 不是 當然不是 他們已經知道我是怎樣的了 知道我喜歡說話 但是你 但是你做代表 問了他們很想知道的東西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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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多想知道的 慢慢問 慢慢問 好啊好啊 那明晚留下做節目吧 因為我怕阿鏡真的累了 OK 不過呢 他當然累了 是啊 我很多謝你啊 就是兩協插刀這樣 你看那些網友多開心 越夜越多人 如果我們 越夜越美麗 其實你們兩個可以繼續說的 沒有啊 你們兩個可以繼續說 不是 我都累了 哈哈哈哈 他都要休息一下的 我是早上而已 喂 不過這樣啊 我沒有休息過的嘛 阿姐姐 是啊 我一直是這樣下來的嘛 我還好像很精神 你真的 你不用睡 他不用睡的 你快點睡吧 睡多點啦 不睡不行的 你有沒有可能不睡覺 沒有人相信的 但我真的這樣 我真的這樣 你知不知道 現在的人 知道我們尾聲呢 叫我們繼續 但不行 一定要休息 因為我都要 喂 現在快點兩點半 那我去休息 我起碼 嘩 我回家三點幾了 是啊 是啊 他開車來 晚上開車回去 他開車都更安全 如果他要 他要坐的士就危險了 他開車是ok的 是啊 好啦 但是呢 我在這裡 代表 Smart Travel 所有 聽到這個節目 無論是現場直播 或者重溫都好 其實真的 很開心 因為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麼top的 而且你 講得這麼好聽 無論是講什麼範疇 都引起很多人的共鳴 是啊 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的榮幸 我不是客套 這個是開心的 如果有人是聽到這個節目 是 除了八卦學到東西 又會勾氣回憶 又會 享受這幾個小時 是覺得是開心 是歡愉的 那這些我們 我們就感恩 我感恩 但是呢 By the way 我想問呢 你們是不是都喜歡 講講小時候的 儀式的食物 那些的 那我可以找一些資料 或者找一些圖片 你們 就是美國那邊的那些網友 其實都很喜歡 說回 以前馬拉糕 什麼零食那些東西 都喜歡講的 是不是 現在都還有馬拉糕 好像 有有有有 就是馬體 骨仔糕 是不是那些骨仔糕 是啊 有時候 可能會不會 我們 譬如我在節目講完 然後你們又說 昨晚講這個題目 怎樣怎樣怎樣 繼續elaborate下去 其實大家 有時候有的 可以留言 譬如大家想講什麼topic 就在片尾留言 是啊 是啊 那下一次大家再chit chat 我們幾個再chit chat 可以再 你們 raise topic 出來都可以 是啊 好像 我發覺 我們現在根本是全部off題的 我們本來是講那樣東西 原來現在講一講一講 講一講 完全另外一樣東西 但是那些人喜歡這些 這樣才夠真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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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剛才我們在講男女感情那些 然後那些人都不知道多興奮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啊 是啊 我不知道我怕 趕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以為死了趕一下 不是 你是一個好好傾訴的對象 是啊 所以你 我們明晚繼續 喂 by the way 你聽不聽鬼故 鬼故 為什麼不聽啊 OK 你反而我是日頭 好啊 晚上就說 我一個人 那些 虛空港會飄來我 就繼續在我旁邊聽而已 是啊 我日頭我真的不害怕啊 或者呢 明天星期六 它是星期日不用上班的 那我又準備少少這些 那樣的東西 晚上 我們又可以再講不妥妥 因為我發覺呢 你講很多的 topic都可以的 所以我不一定要只講娛樂的 可以多開一些片 開多另外一個 就是我一天可能和你讀 啊 by the way 你是不是星期六 你明天星期六去哪裡啊 我不一定要晚上這麼晚才跟你開播 我星期六沒有事情做 現在 我就算在街上我都可以 就是我在做事 我都可以接你電話的嘛 不是在做事 就是譬如我在購物 是 整一下這整一下 我都可以的嘛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打你 你答應我 你不要開車 分心講電話 或者留言更加不好 我不按留言就可以了 因為我是一輩子 我都是開車講電話的 好 好 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但是總之我不按 上次因為我想 沒有人要按的 我死要按鐘彩虹 好啊好 沒有人按 我去按一下 OK 好了 那我們明天繼續 我現在睡幾個小時 然後呢 我明天準備好的話 我就傳一些 thumbnail給你 明天如果星期六的話 Pauline 很多網友都很期待 我在這裡再代表我其他 smarttravel的網友 無論是直播或者從話都 多謝Pauline成為 還有多謝鏡姐 除了我可以拿到你的智慧之外 其他的粉絲都拿到你人生的智慧 還有Pauline也是 好不好 那我給點掌聲 Pauline和鏡姐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她 謝謝她 OK 多謝了Pauline 我在這裡跟她說再見 先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Goodnight Have a nice day in your San Francisco 拜拜 Thank you Goodnight 好 我講幾句啦 因為呢 大家可能很多香港的網友在這裡 Jennifer General By the way is a public holiday on this coming Monday from Malaysia 好啊 那 大家真的很滿足 很開心 那樣 阿鏡姐你有沒有出鏡啊 跟她們說個Goodbye 哇 我的樣子很累啊 OK OK 好 糟了 好難得的 你知道嗎 她又買了外賣給我吃 跟著又上來跟我一起做的節目 那麼久 平時一個這麼不喜歡說話的人 都在這裡 即是說了 陪我一起做節目 這樣 其實呢 阿沙坦已經是十世修來的了 身邊有這麼多的支持我的朋友 所以呢 無以為報 但是 下一句就不用說了 可以節省了 好嗎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鏡姐跟妳們說聲 即使妳們不出鏡也好 拜拜 有沒有日本 日本的 Sarenara 那個 即是叫誰 咦 什麼 誰叫我 這麼晚 對 等一下先 有人打電話給我 這麼好笑 等一下先 我不接的了 我不知道誰這麼晚打電話給我的 OK Anyway 多謝這麼多位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Goodnight 大家好 大家 大家 有一個好多晚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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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